來,他秀了,我們說 觀眾也不通,我們再靠一邊 你好 這個聖大哥,阿聲阿姨邀臨阿姨 觀眾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安安 天氣實在很暖 很暖 根據起上去說,這是十萬年來的紀錄 十萬年 我們六個對這架車的專利路是紀錄 問題是十萬年,他們的溫度是怎樣 十萬年是怎樣去紀錄出來 我們不知道,不過他們紀錄是專家,我們就相信 我們台灣的天氣風險的總經理,鄧志明 他也在說八個月,還會破紀錄 這紀錄我們是十萬年的紀錄 其實實在很暖 教德力專利路來說,我們應該是會缺電 你看這架架火,你不冷氣就不可以 拿下去了 有時候沒有缺電 過去我們發電,在國民黨 理事世界代言之間,日本人開始有水力發電 水力 再來就是火力 火力裡面就是有很煤炭 有的很重油 現在開始是很加速 這都是火力 再來就是核能發電 核電大概是這三個 初衛門像大家的時候說 我們就要發展多元化的生產電 不能只放幾個 萬年發生事情,原料來不及 要怎樣要怎樣 要怎樣要怎樣 多元 而且要保護環境 保護土地 所以說要發展綠色能源 潘北共一共一共的危險 大家是 也是打了一個問號 聽聽你就算了,可能是因為你們民進都是反對核能 你們既然反對,人們一定會向你問說 你反對核能有什麼新的補助 我們就貼出來 他就親在公公,太陽能,風電,地熱,什麼都可以發電 大家在想說 出來我們在說這個可能是怎樣 人會把自己拿出來 親在公公的 但是這幾天喔 這幾天只有我們太陽能光電 一天生產多少 你知道嗎 680萬千瓦 680萬千瓦 像現在張老師 像現在電了這樣 這幾天 這過去電的電也不夠 電也不夠 近年都沒聽話 為什麼呢 我們的太陽能光電 近年這幾天每天都有發生產680萬 董醫生 680萬 得那個千瓦的電 我們這天是用3千瓦千瓦嘛 680萬的時間你看 這麼多少 哇,你們要兩聲呢 另外還有風電 我們過那種風水啦 大條風水放在瓦海上頭 下去打 我們的風電這幾天生產多少 每一天生產210萬千瓦以上 真是人啊 這兩個打起來就已經是那種 那九百萬千瓦呢 九百萬千瓦呢 九百萬千瓦的電 我們現在一天是三千 用三千六百多嘛 你看只有這兩個 加起來九百萬千瓦的電 看這麼多 那這就不是親菜公共的喔 這就不是親以前 從川雲門說 他要發展利色能源 他說 你這可能是親菜公共 這不是親菜公共的 而且這是現在已經行善出來 那如果是說那設備 那都要先給政府申請嘛 這個沒設備開始下去暗爭嘛 太陽能的時候到目前已經合遵的設備 全部 全部給它發出來的時候 可以花一千一百萬千瓦 太陽能喔 目前已經合遵的可以花一千一百萬千瓦啦 那如果那種風車那種風電的 風電的 風電如果現在已經申請開始下去桌 還是已經桌好的 還是桌到一半 還是準備要繳進去安裝的 加起來的時候 超過六百萬千瓦 加起來的時候多少 加起來已經四十瓦了 已經占四十瓦了 目前已經合遵的 正在做的這些全部加下去 已經占我們需要電的四十瓦了 你說 欸 說要把核能停下來 這是沒問題喔 你看 我們只有這兩樣 不要說其他比較漂亮的啦 只有風電跟光電不滴了 這真的是一個 歐時代的一個貢獻 因為利用我們台灣的優勢嘛 你說 每一個國家的條件不一樣 我相當欣賞一個國家 就是新加坡 1965年的時 被迫 甘著麥塞 全補獨立 什麼都沒有 那個國家什麼都沒有 什麼水到外媽來時 那邊買回來 收藏到外媽來時 那邊買回來 什麼都沒有啊 不知道名字要怎麼加 所以他們的國家叫做 全進吧 新加坡 嗯 全進吧 他們現在來的那些燕鋼銅銷 全體齁 所有的人台上台下人全部都大喊 全進吧 全進吧 全場熱血 匯藤啊 那些國家沒有第二條路 只有往前 因為沒有第二條路的人走 沒有資源 什麼都沒有嘛 嗯 台灣也是相關的 你想想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也是幾乎是什麼都沒有啊 嗯 我們只有往前 我們沒有別條路可以走 嗯 啊所以往前都要來改革 啊所以往前都要來改革 維建了這幾十年去國民黨 做了一大堆爛屋 做了一大堆那種剝削屋的無的事情 阻礙了台灣進步的事情 我們都要想辦法改革 嗯 因為台灣只能夠前進啊 沒有別條路走 前進就一定要改革 改革才能夠把這些阻礙台灣前進的力量 全部都把它消除掉啊 嗯 啊所以 比如說這個能源 能源就是這樣啊 能源 潘北港的時候 他剛才小弟拿出來的這個情形 真的表現很好 從我們這幾年來 再以這一方面真的表現很好 嗯 你說敢提了這方面 我們看幾項齁 每一個政府 每一個黨的政府都沒有人敢去做啊 比如說年金改革 什麼人要做這種事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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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要去用那種性別平權 包括同性戀頂頂頂 因為那種人尷尬嘛 嗯 你幫助就在尷尬的人 處理之後一定的那種阻礎一定的平權 他不會說會尷尬的那種人 其他人尷尬比較多嘛 嗯 比如說國鋒 國鋒在馬英九 馬英九最八重的那種總統 他在國皇後面的時候你看他多厲害 他用台灣的武器 沒有要跟外國賣武器 台灣自己也沒有要研究武器 有時候阿強阿強 如果我們就拿水槍跟他裝得沒 rug 就沒武器了 然後罪兵的人本來前年 有罪四個月就好了 而且這四個月 你們這個水粉 怎可以把水粉 你知道我敲凳裡面有金粉嗎 高中可以去水粉 就存兩棵 你們去做兵事做什麼事,就去平安贏裡面穿兵,就像戰鬥營 不知道三位大哥年輕的時候參加去戰鬥營 我這個年紀的時候,我們那時候是九團都會扮建道贏 建道贏分兩種,一種是門的、一種部位 門的就是新聞讀、新聞團部,他們都有新聞研習會 如果那種社團的輔助人,國大學裡面的社團輔助人去參加碎寒山友會 都各式各樣的屬於活動、寒者活動 其中比較出名的是戰鬥營,輔校戰鬥營 輔校戰鬥營就是在屏東海流的記者,屏東的梁山 梁山輔校戰鬥營,那是很出名的 一個禮拜,那是穿兵,我過個肝炎而已,那也沒那麼吃 這樣一個禮拜就沒辦法修建,那根本就沒辦法修建 那種中華民國的兵子,要來保護台灣的國軍 反而訓練到去參加戰鬥營的這種學院一樣 這就是馬英九完全徹底的解除台灣的國防 讓台灣根本連自我保護的兩人都沒有 自我保護的兩人都沒有 這是馬英九最大的講演 而且將台灣的經濟,那種台灣的經濟跟中國百道頂 好的絕對沒有我們的分,如果馬的我們絕對會去修理應用 你看這半年好好把自己檢討起來,不要這樣 所以那時候那半年不是讓台灣前進,是讓台灣後退 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先去問中國 由中國帶我們去申請,去參加了那種世界衛生組織 回來又開心,又噴噴噴噴的,說你看,人都會邀請了 如果你就擠下來,說你是我的老闆 我是你的柄爺,你帶我去申請 我是你的一部分,廢話 你如果要跌倒行的時候,政策樓那種的 所以,馬英九那半年台灣是後退的 後退到幾乎沒有自主的能力 你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 獨立要主主,一定要有主主的力量 他解除台灣的武裝,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 將台灣的經濟跟中國牢牢地綁住 然後在國際政治上的學生 完全自我封閉,外交,徹底地把封閉台灣的外交空間 這就是他所謂 你說出海門來接我們檢視,去出海門這幾年來 說啊,他到底做多少事 你有看過年金改革,年金改革是沒人家那種 沒人想要去做的事 大家都知道不合理啊,有什麼 公務人員交一戶的那種補貴 但是他們要領三戶 這問題你其他那兩戶,領到什麼人的 絕對不是氣墊落下去 就是領到其他,包括我,包括三位大哥 包括我們的聽眾朋友 應該有的社會福利去給他們同領去 不然能夠落一戶,要同領三戶 那當然不應該,不應該就要改 改了一場就算人會很困難 很困難的那些民進黨政府 其他人你說,其他人你還是不是軍庫告 你應該亂害?好像也可能跟它亂害 緬اد 因為感覺,你被他們年我們改革 但是我不知道,沒什麼關係 這是出海門政府最大的一個失敗 就是說這個地方你改革,其他地方一定帶來很多好處,但是你帶來好處,你沒有統計你的政府,統計你的法源人系統,統計你的政治所謂,去跟大家說,這不是跟君公交有關哦,跟你們其他兩千兩百萬的同胞是有關的哦,因為他們已經改革,對你們帶來什麼什麼好處,你就要講啊講啊,說給人聽嘛,不然那兩千兩百萬人覺得說,那就跟我無關, 我不是君公交,這是錯誤的,明明花了這麼大的力氣,來解決這個歷史上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把它完成了結果,讓整個社會因此得到的好處,你完全沒有講 你現在問了任何一個人,聽說你現在跟公務人員的公家人已經改革,你有什麼好處,沒有什麼好處,沒有人會說有什麼好處啦 沒有人會感謝民進黨政府嘛,你信信古古,使盡的吃奶的力氣,你做那種改革,結果換來是這樣子,真的是不對,做法上不對,不是說聯軍改革不對,聯軍改革是對的,絕對是對的 但是,一般的沒有說明,這點是相當不對,包括了性別平權也是不對啊,包括了國防自主,我們就完全徹底地解除台灣的國防 小英政黨這麼慢慢一點一滴,重新撕毀我們的國防自主力量,我們之前是有靈力保護改革的喔 比如說我們的病啊,開始要跟我們訓練,有為四個月要延長到一年 我跟三位大家應該都找到兵啦,我們都知道一年了,我們是有夠了 再來就說武器,你有人也是有武器啦,我們的武器上禮拜把各位報告說美國二十五間的軍兵兵 派他們的黨史密總經理來台灣談合作,表示說我們的聯絡真的有到那個地方啦 其中我的經驗很頻繁的就是說,中國一定發展導彈要來給我們打嘛 因為那最簡單的陷害人家在那邊塞起來跟理解,導彈就背掉了嘛 啊,我們是要搬空中就把它插下去了,你想想一下 我們如果沒有比速度更快,如果沒有比速度更快,如果沒有比速度更快,電腦進去玩 我們哪有辦法,它打到一碗,我們把它插下去 因為醫生插下去,我們速度一定比速慢嘛 我們的技術一定比速更快 我們的整個電腦的高速運算,我們的整個導彈的系統 那一定比中國更快,沒有可能會把你打你,你看我都把它插下去了 咦,我們國內包括我們的中科院,包括我們民間的公司 那個能力真的不得了的啦 所以那都是我們台灣的公司喔 我告訴你,因為包括很多人都有啊 嗯,它那種高速運算的成績,連美國的軍隊上都覺得說 嗯,如果這個挺多,稍微就跟他們合作了 嗯 包括我們自己合作最準,最火零機,最高焦機頂頂的時刻 這種不得了的呢,這你想想看看 嗯 古早前中介酒,日本人去打中國的時候,八年的空間 嗯,去讓那種的日本人打國外人去打東德西歪 啊,中介酒前寫幾年啦,摩比例寫說喔 何時我們才能夠有自己的發動機 嗯 意思是說,他們那時候說的發動機就是摩打啦 嗯 威靈基的摩打 那些威靈基的摩打現在都 洛克菲的那些這麼多 洛克斯的公司啦 那時候中國自己沒辦法做嘛 沒辦法做啊,所以 現在就有感的發展過摩比,下來了 那時候我們才能夠有自己的發動機 到了台灣的漢翔開始做所謂的清國號的時候 那時候很高興 雖然那個研究也像美國府的 但是標誌已經改去,我就找不到人去 那經過幾十年了 到我買的時候,漢翔拿給那些麻煙球停下來 那整個教練機的那些研班人馬 去給那些韓國拿去 韓國拿去 韓國拿去,他們叫做金英號 不過台灣軍那些人都經常叫做 這韓國號啦 那就是我們清國號拿去訪的 清國號的三次訪的,我們就叫做韓國號 那韓國叫做金英號 我們現在拿到回來做小英號 我們可以自己做 繼續發展 所以在韓國的國防自主 建立到那種我們有改革 真的有實力來保護台灣 不是用嘴巴說說的 不是說,不可以讓中國打開 我們就愛國做費 待會兒把它打下來 不會,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是真的有準備 我們真的有能力生產 我們的那種高速運算是中國遠遠跟不上的 我們的晶片 中國遠遠根據 不是 沒有辦法那種地點 就是因為我們有高速運算 我們有晶片 我們才有辦法 最比中國的導彈更厲害 所以這些反導彈 一來我們打到一半 我們就把它打下來 這是實力 這不是用一張嘴巴再縮鬥 所以美國只有25公斤的大公斤 想來台灣尋求合作生產 因為我們的技術已經達到那個境界了 我們在亞洲裡面 幾乎我們的軍火的工業 軍事工業的製作業 不得了幾乎在亞洲也是數一數二的 我們的性別平常在亞洲數一數二的 我們的綠色能源也是數一數二的 在亞洲裡面 剛剛去挑戰幾十年 記得利益者的金工教的年金 也沒有幾個人 真的也是沒有幾個人 現在開始要打房 打房以前當然那些房子 是要蓋得太離譜 已經到了讓整個年輕人幾乎 都感覺到前途茫茫的這種程度 所以在這件事 這些一點一滴的 坦白說這七年多 兩千塊要投資 很好投資 但是現在怎麼投資跟貧賓 都沒有跟說明 都沒有好好跟台灣人說 我們這幾年再救我們 我們是做什麼事情 都沒有跟一般人聽 有的這種話來講 有時候都說一些事 或是村民都喜歡講一些文青的語言 但是 還要跟別人說 所以就是 在於說明 在於孫談丁考都做的 實在是 有待努力 有待進步 所以才認真 算了 算了說 簽一個科文 後來都要來挑這民進黨 像那種事實在根本 如果我們這七年拿出來的成績 那種事實在根本 你擺在旁邊 你連擺這個資格都沒有 對 擺對主機都沒有 對啊 怎麼能 他能夠來跟我們挑戰 真的是不可思議 所以就是說 現在春半年 我感覺這方面還有待努力 我們一時強調說 先行為有一個法院人系統 法院人是部長集的政務官 裡面有三十八的領我們 公務人員 薪水的公務人員 一個政務官 割三十八的江州人員 都是公務人員 那不能將這件事 好我講一下 那不能跟人民 他們聽不懂的聲音 過得比較白會來講一下 就算沒有總統府裡面 也有幾個大堆的法院人系統 沒有中央黨部 中央黨部裡面也有 他在法院人系統 其實我們不知道在做什麼 真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現在來說 春半年終於完成了四個 在歷史上不可能改革 不可能完成的幾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全部做到了 第一是年金改革 第二是國防自主 保護台灣 第三是性肥平權 第二是綠色能源 而且都有很好的成績 現在繼續要打防 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 我不會問問 我出來就不知道 我三十年 都沒辦法買一間房 對啦 我們年輕人 差不多10年 大概 民民共共 如果是老爺 都沒辦法去買一間房 是 對 每一間房子都沒辦法去買一間房子 你現在要叫小台人說 你們要怎麼 他沒辦法去買一間房子 你去台港 我這台都沒辦法去買一間房子 只要說 那種 可是台灣是繼續要往前 台灣真的 台灣沒有其他的路人走 跟新加坡一樣 我們前進再前進 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所以 魯仔青帝接棒 魯仔青帝接棒 也要繼續完成一些 歷史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繼續改革 繼續把 阻礙的台灣 往前的這些路 全部都把它打開 這當然很多 秀先生說 社會福利的公平跟正義 可能聽說 綜藝 你好像很愛說 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 政府本本的 我們有了 沒有了 不是這樣 社會福利是我們錢 是我們應該得到的 我們應該得到的 就不應該被別人拿走 所以為什麼 我們說夠 你夠一塊 我們拿三塊 拿到我們兩塊 還我們都沒去 所以最慘人 沒有什麼福利 一般人也都沒有 就是他們去接工客氣 那些全部都要拿來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 有什麼樣的原因 當然 公平分配的社會福利 大概是指錢 主要是錢 補貼和錢 錢是給人 還是要補貼給散人 絕對是補貼 比較沒錢的人 絕對不是去補貼 比較有錢的人 有錢 但是現在是錢 很多都補貼有錢的人 有 有 很平 我講到他收的平均是 五萬六千塊 六港是三萬七千塊 沒有 那 學會 學會 那就是社會福利裡面 一種人 那錢補貼買哪裡 那錢不是補貼說 你六港比較少 沒有你的好事 每天我不用錢 那是你一般人 心裡你七月 沒有你的 我們有後世 155 năm 娜貴賺大 exotic 沒有錢 不是我給軍放告 軍放箍明明對ци能更高 有什麼 補貼 社會福利 怎麼會去給有錢的人 而不給 比較窮的人 這是什麼邏輯 他告訴我這個什麼東西 這就是過去,長久了幾十年來都這樣 你如果不去調整就想說 過去這樣,現在就這樣 譬如說過去,過去這麼大 現在就怎麼知道 過去我們就一路追兵 叫我們不要追兵兩年、一年、一年、一年、四年 大家很開心 每個家庭都有孩子 大家不是很開心 如果這樣就不要去改革了 大家到處買就失落一條 你台灣要往前就是要去改革 要去改革就不怕這一些阻礙 不怕這一些反對的力量 該改革就要改革 社會福利是今年四千多億 四千多億的時候 在早期的時候,百分之七十九是有均公告 因為公務人本百分百分之三十十 公務人本百分百分之四十五 公務人本百分之三十十 所以只有這三個人就得百分之七十九了 現在雖然有比較不願意冬頭金 但是有很多人都欠過了 這就頂著說 農夫最慘人長期被剝削 一輩子到牢的時候 領那麼一點點的農民年金 是所有勞動改產 所有工足改產裡面領最少的 還有因為某些事情 告訴別人家庭主婦 或是頂著 頂著國民年金 政府完全沒有想到他們 都沒想到說他們這幾年 在武漢市內整個台灣 讓整個工作 整個社會的結構都改變 有很多人很多公司 有很多人面臨到失業 面臨到二度就業 這些他們是需要社會福利的 政府怎麼都沒想到他們 也許我講得太早了 也許應該是鄭文燦應該會想到 林柚昌應該會想到 賴清德應該會想到 繼續應該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陸陸續續的社會福利 開始一一展開了 拿捏旋 這就是我們最期待的這件事 這是社會福利 幾十年來最期不公平 就在這裡要改革 要徹底的改革 今天我報告感謝 謝謝張老師 感謝你 好 謝謝 感謝 感謝 感謝我們張老師 你把我們張老師講的這裡 頂頭有聽到 是 好 來好 感謝 來 進攻過來 是